好 非得莫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来民国112年8月15日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每个月我最期待的攀怀宗的医学新知时间 我为什么最期待呢不只是因为是攀怀宗而是怀宗准备的东西来讲对我来来说总有点启发性就是在当一个主持人啊 主持人如果当的很开心啊就是在主持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成长 就是如果说你当主持人结果嗯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感觉啊 你慢慢时间久了之后你自己都会都会异性阑珊所以呢在节目的安排当中来讲来宾可以带给我呢成长的感觉 让我呢跟着他们一起进步那个是做主持人最过瘾的事好那攀怀宗的医学新知好长时间的叫好叫做好所以呢 就是每个月呢我会请了怀宗那辛苦一点啊特别的未费的早餐的听众朋友们的准备呢一级的医学新知 怀怀宗的会上山下海上上天下地啊上穷必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对对对对这道真的对这是傅思年了交交代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台大的校长留给我们的两句话台大人要记得上穷必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好那要 尽可能的去发掘新知那在我们现场的阳明交通大学神经药理所的监视教授潘怀宗华宗是谢谢我们的乡龙兄啊这个没想到你这个很早跟你聊天啊结果你一讲啊就讲到我的心寒你了因为我确实每次来你这边就花了很多时间找东西大概在国际的这个媒体的这个网络里面啊一直抓东西我有时候看了以后咋这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哎就我最近 抓到一个题目啊我连我自己眼睛都亮起来了他的标题是写什么呀他说啊有没有可能啊发展出这个乳癌疫苗嗯然后呢让乳癌在2030年消失哎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哎这很有趣呢我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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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讲具体的但是我不相信好那你不相信没关系 我这当然就是看到标题吸引我们吧标题党标题党对但是呢我肯定也要进去看内容嘛嗯我看了觉得还蛮靠谱的真的吗所以我呢才想说在你这个地方稍微说一下那这真的是女性的福音哦是是是好那他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恶害俄州美国恶害俄州 有个克利福兰诊所嗯那你也不要以为他这个写了个诊所英文叫clinical嗯你就以为他很小因为美国最好的一个医院嗯叫梅约诊所嗯ok没有clinic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诊所你就把它想成是台湾的那个小诊所对我告诉你那个梅约诊所可能大到呢跟台北荣种差不多大 哦所以因此呢这个恶害俄州的克利福兰诊所呢在美国我看过他的排名啊嗯有的排名是第二有的排名是第四第四反正都很大就对了嗯算是美国也是前几名的大医院哦那他在这个诊所下面的设了一个研究所很厉害啊就有点类似大学里面的研究所哦他可能是一位叫做勒纳先生捐的嗯所以因此他就勒纳 研究所啊这个勒纳先生呢也很厉害哦他不仅捐了这个研究所给克利福兰还捐了所医学院给他嗯哦这个医学院呢就设在旁边的一所大学叫做呃如果没记错的话是case western reverse嗯哦凯斯西厨大学里面的医学院叫勒纳医学院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单位那里面呢有一位教授呢叫图西教授哦他是免疫学家 做了二十几年的这个研究呢终于开发出了这一支乳癌疫苗二十几年嗯那开发出来以后呢他就要开始做临床吧哦所以他找到了这个美国加州Saint Jose这是最有名的那个科技的地方哦一个阿尼克萨生物科学公司跟他合作嗯来做这个临床试验哦那这个临床试验其实是2021年就开始了 就是两年前就开始了现在基本上快要结束了哦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结果哦那这个图西博士呢没想到呢在第一期临床试验还没做完在今年二零二三年一月去世了嗯想年是七十四岁哦不当然因为克里弗兰诊所的人才杰出了哦非常多人所以因此呢现在也有人接受他的实验现在是由克里弗兰诊所的肿瘤科医生 巴德医生接受现在目前的这个临床试验那因为图西博士当时在乐纳研究所做了二十几年研究而且也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所以因此他的这个死前的愿望是希望嗯哦2030年用乳癌疫苗让乳癌消失嗯所以这个其实是图西博士的愿望嗯那当然这听起来就我们把人啊是啊时间放进去就开始有感情了 就让我们觉得这个题目不再那么生硬嗯哦不再那么样的这个好感觉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呃遥不可及哦嗯那么他在设计这个疫苗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想到说我们现在目前用疫苗在抵抗很多的疾病其实事实上已经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了哦就像新冠肺炎也是一样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因为疫苗而消灭的疾病是有的 比如说像什么呢像天花嗯我想你一定记得天花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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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的产生而死的天花绝肌这个病现在目前已经没有了嗯好所以因此呢他呢就是有一个梦想因为他是个免疫学家一开始他一定学天花这个东西嘛美学家一定要学天花嘛虽然说现在没这个病了但这个故事永远流传在人间嘛嗯所以因此他也就是有一个梦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能够 跟天花一样让他消失哦那在设计疫苗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把病原体呈现给身体看嗯比如说呃有一支病毒我把病毒送给免疫系统看如果一个细菌我把细菌送给免疫系统看让他看到这个整支细菌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子不是真的了假设假设假设唐湘龙是一个细菌啊这不好我还是举别的不是这个很好好那那那或者病毒啊 那我如果把我如果把这整个人整个人给免疫系统看免疫系统就会认得你嘛嗯那完了之后你如果再进来的时候他就会歼灭你嗯这就是我们以前疫苗做就是把整个病原体给你看可是呢这个这个癌细胞就很特别癌细胞是自己的身体细胞叛变来的嗯所以他叛变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保留很多原来细胞的特性在里面嗯所以因此就简单讲说 呃呃我举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就说唐湘龙原来是我们飞碟电台的元老我们看到你就就会不会挡你就会让你进来但是现在呢有一只病毒呢感染到了你嗯你如果走进来说我看不到病毒只看到你所以我还是会让你进来所以有点类似说你已经变成坏人了可是我还不能够在外表认知你是一个坏人嗯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异形嗯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从跑到人的肚子里面去你外面看到还是很正常的嗯所以我会让你进太空舱可是进来不得了了嗯他等到疫情长大以后跑出来那就杀死整个太空上的人嗯所以因此呢呃癌细胞比较讨厌的是就是说呢他的是自己细胞突变而来的所以因此他在外表上看起来很类似正常的细胞所以当免疫系统变弱的时候 特别是当人年纪变大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因为年纪越大免疫系统就越差嗯这个随着年纪会递减所以当人的年纪变弱的时候免疫系统变弱年纪大的时候呢就很难去辨别这种小的微小的这种癌细胞啊所以因此呢这个癌细胞被他跑掉以后他躲在身体的这个他从这个血液跑到身体的深处去躲起来生癌子癌孙的时候呢他就会长成肿瘤所以当我们能够 看得到比如说我们用影像学看到假设你测到一个肿瘤是零点七公分假设是这样的哦那里面其实有多少个矮细胞的3.5亿个矮细胞 所以因此呢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图西博士在设计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能不能在单一的矮细胞就找到他 嗯所以因此他的想法是这样就说唐湘龙好我怎么辨别好唐湘龙跟坏唐湘龙 嗯他说呢在耳朵后面有一颗红字那个是坏的如果耳朵后面没有红字那个是好的所以他变成是要去找说这个癌细胞跟正常细胞现在到底差别在哪里那个特征能不能找出来 那图西博士花了20年的时间找到一个很很有趣的特征就是呢 这个乳癌细胞呢他会制作一种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叫做阿法乳白蛋白 嗯那这阿法乳的乳白白蛋白呢很特别就是说呢他只有在乳癌细胞里面会有嗯在所有正常细胞里面都没有 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呢这个妈妈如果生了小孩要哺乳的时候因为在乳汁里面含有大量的阿法乳白蛋白嗯所以在哺乳的时候会出现 可是很好玩的是逐步哺乳的以后他就不会出现嗯所以因此呢图西博士说好那这样没关系 我就怎么样呢 在妇女同胞完成所谓的补育的这个所谓的功能以后啊他在设想是这样完成补育功能以后然后呢大概差不多40岁或4142岁他就不再生小孩功能以后他就可以打这个疫苗嗯那打这个疫苗以后呢只要发现能够制造乳白蛋白的细胞就一律殲灭 嗯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可能有这种东西了因为他也不补育了这因为他只有在补育的时候才会有嘛没有补育的时候就是没有啊所以你一旦有的话那就是什么唐香龙耳朵后面有个红字嗯那就是坏人嗯所以他的简单的设计方法就说呢我虽然不能够认识你整个人因为你整个人看起来跟我很像嗯我没办法但是我找到一个特点你这个特点只要被我找到我就全力打击你嗯 所以因此他的这个疫苗的设计呢他其实是一个很老式的一个疫苗叫蛋白质疫苗也就是说他把这个阿法乳蛋白白蛋白要让这个免疫细胞认识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蛋白质因为他要让免疫细胞认识有时候你把这个蛋白打上去免疫细胞不认他就觉得说这没什么啊这个蛋白质没什么好认的所以他旁边再加了个佐剂叫免疫佐剂所以因此呢他是带着这个免疫白蛋白然后在旁边敲锣打鼓嗯 说哎哎免疫细胞麻烦你看一下啊以后看到这样的东西麻烦干掉嗯所以他就一个人在旁边敲锣打鼓然后就带着这个阿法乳白蛋白到全身去告诉你的免疫细胞说你看到他就干掉他你看到他就干掉他嗯所以他的设计呢是这样设计的啊然后呢接下去呢他就进行这临床试验那临床试验分成两个阶段啊也就是一A stage跟1Bstage啊那他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他因为呃因为这个是所谓的marketing的这个计划就是他的这个市场的计划呢他有一个有一个想法啊那他现在首先是针对三阴性乳癌那为什么针对三阴性乳癌呢原因是因为三阴性乳癌目前复发几率非常高而且呢药也特别少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三阴的意思就是说呢三种药都没有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又没有雌激素受体的阳性又没有所谓的呃运酮的阳性就是projection就是那个或者你讲黄体素也可以了黄体酮嗯然后另外他也没有her2就是那个人类表皮细胞生长第二型因子的那个代表所以这几个药他通通都不能用所以三阴性乳癌在在乳癌治疗上面算是一个挑战嗯 而且他的复发率也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他一般来讲在全部都治疗好以后的复发力可能有到40%左右 所以因此呢其实你乳癌治疗完之后你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复发嘛当然转移啊对啊复发那那但是他什么东西会复发什么东西不会复发嗯跟这个乳癌细胞的特性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是三阴性的乳癌他这个特性就是容易复发的特性嗯所以因此呢 克利弗兰研究所这个图西博士当时他就说他的这个蛋白质疫苗首先先针对三阴性乳癌的病人呢来做所谓的临床一起试验嗯也就是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集中在这个三阴性乳癌的病人那这个三阴性乳癌的病人目前呢他们呃算过大概差不多有15%左右嗯就是100个乳癌病人里面呢大概差不多有15% 所以也不低嗯也不低因为他现在目前女性癌症里面第一名还是乳癌啊对人数很多啊对好因为讲到讲到乳癌当然就是一个大议题啦讲到乳癌的话呢当然他就会就会让人家侧耳想要听 嗯因为对女性来讲子宫颈癌跟乳癌这个是属于女性性特征的两个主要的癌症 那子宫颈癌现在有疫苗因为子宫颈癌讲得真好对英文就信这个嗯他说女性同胞不用再担心了子宫颈癌已经有疫苗乳癌将不落人后会有疫苗出现对谢谢你啊谢谢那现在差别在于说我们对对这个乳癌的乳癌的就是说的疫苗的发展的基转我们需要认认识 同时因为乳癌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对对对所以呢他是不是针对呢普遍性的乳癌都都适用这可能还是一个问号那因为子宫颈癌疫苗现在已经有有疫苗有些地方政府呢都都拨经费呢就免费的施打他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长时间的病毒这就说呢这个变异呢所发生的因为他有个清楚的人类乳突病毒所以所有的子宫颈癌的疫苗是针对那个人 人类乳突病毒那去就去处理的那个呢那个就是说他的标标签对标呢就很很清楚但是乳癌显然要复杂很多虽然同样是呢是女性的就是说性特征的好发的癌症可是乳癌要复杂很多好我们进广告广告回头回头之后呢就就请怀中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当然大家会充满期待了因为我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听到乳癌都很害怕所以呢对对这些乳房呢自我检查 等等啊然后去去做这个乳房的这些检查那个其实我我还想那那那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他总是一件苦差苦差事那最尤其当你如果摸到呢自己的乳房上面有不明肿块的时候因为乳房里面本来的本来就是说这些节节节地组组织啊等等他都很像是硬块所以你不能够期待每个女生呢对乳房的构造跟自己的身体的理解的程度一摸都给摸得出来说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特特殊的什么什么硬块所以你基本上呢就会长时间处在自己下下自己的情况就算没有事但是你都会下下的呢精神上面呢会会有心神不宁的情况好如果真的有疫苗那太棒了然后进广告回头之后呢请怀中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疫苗的基准是什么为什么值得我们期待 好非得早餐我是谭嘉龙来今天医学新智的单元潘怀中的时间怀中带来的是这个是呢疫苗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找到一个乳癌疫苗我坦白讲就是说以我有有限的医学知识医学界里面一直在找乳癌的疫苗他是有机会的他比他比其他的这这些的癌症可能更有机会呢找到疫苗大概是仅次于的子宫颈的这个就说呢疫苗的可是乳癌的类型很多你也不要因此 出现一个幻觉就是以为有一个疫苗呢可以让我呢让让我对付所有的乳癌对不对不可能对因为刚刚我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阿法乳白蛋白这个是蛋白质疫苗他是专门歼灭会制造阿法乳白白蛋白的这个细胞那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就是说只要女性过了这个补育期他就不会正常的细胞是不会制造阿法乳白蛋白的只有癌细胞会 那好那话说回来就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乳癌细胞都会制造阿法乳白蛋白那不一定你懂我这两句话不讲我就要强调一个如果不是在哺乳期间他还会制造阿法乳白那白的细胞那就是乳癌细胞这是确定但是反过来是不是所有乳癌细胞都会制造阿法乳白蛋白那这个不一定当然目前呢他选择三应性乳癌的原因是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三应性乳癌细胞都会制造阿法乳白蛋白 嗯这个是这样子这样这样清楚了好清楚了好那所以他呃第一期临床事业在两年前2021年的10月开始 那么EA的stage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找了15位的三应性乳癌的患者嗯然后经过治疗之后在理论上都已经是没问题了嗯好那这时候就是回家就过正常生活嘛嗯但是依照理论上来讲 这种人就三应性乳癌做完所有治疗之后呢目前科学系统计数字呢是40%的人会互发嗯好那因为有40%的人互发所以如果按正常来讲这15个人里面就是有40%45%大概有6个人会互发好这是正常来讲就是这样可是他现在怎么办呢他现在呢在你治疗完之后呢就给你打上什么打上这个疫苗嗯好然后观察 因为一般他在搜案的时候呢这15位女性都已经过了三年了就刚好整三年嗯都没有复发情况下在第三年打上这个这个药嗯打上这个疫苗然后再观察两年所以到2023年10月就是全部结束结果他发现了这15位女性患者其中还包括三名非常晚期的三星因为一般 非常晚期的复发率会更高这全部是会到现在为止到2023年的8月了嗯无人复发嗯没有一个人复发嗯所以这时候就让克里夫兰诊所的医生们嗯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他说这不太可能啊显著性很高这这个太明显就完全不复发嗯没有一个复发的嗯嗯这等于防御率当然我们不敢讲百分之百那也接近很高 很高的防御率了所以因此他们就觉得说哇那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嗯那不得了那这个这个效果是非常好所以因此呢他在2023年的年初就启动了一逼的嗯实验啊那一逼是做什么呢一逼就是说呢有很多人在家族性发现 他们有这个呃就乳癌的这个家族史哦甚至他在基因遗传上面他有这个这个家族这种人那很多人不是有预防性切除吗你知道这个是吗嗯现在预防性切除也有所以如果你是真的真的对但是他后来慢慢的科学界也开始接受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说你确定你你发生率很高 他们现在也有也有使用所谓预防性切除嗯所以他们就是到了这个所谓的第二期一逼的这个实验呢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呢他们会找12位哦就说呢就是确定他们的家族遗传是很容易得到乳癌的人那他们也也本来就已经想要做所谓的这个预防性切除的人了 那么把他们找来切除之后呢打上这个疫苗看他终其一生就是或者追踪5年10年后他有没有产生所谓这个乳癌嗯那这个就是看他预防性怎么样预防是什么因为你就算切除之后可能还是有人会得乳癌他们有个统计数字那他就开始去比较就是说这12个人分成两组有分成两组那两组呢一组呢就是打 打上这个疫苗另外一组呢不打疫苗然后呢观察之后呢很可能会怎么样很可能就说呢没打疫苗的可能就有一定的比例会得乳癌有一个比例嗯然后呢有打了这一组呢嗯最好的情况是完全没人得那这个防御力又又又被人百分之百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个临床一批实验之前其实做过动物实验嗯那么他们都当时做动物实验 的时候呢他们的动物呢就是用这个小鼠来做哈那么这个小鼠座呢他们是有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呃也是做这个基因的这个改造所以这个老鼠也是跟人类类类似就是说他带有这个基因你如果不理他的话呢这个老鼠几乎百分之百会得到癌症嗯几乎百分之百这是老鼠然后呢他把这种老鼠呢如果打上他们这个疫苗你知道他的防御力多少吗 百分之百太厉害了在动物里面哦那但是因为他们克利弗兰诊所有特别讲说哈动物跟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你不能说动物里面百分之百人类就他说他不敢这样讲嗯但是呢他说呢不用百分之百你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百八十都不得了所以因此他们认为说因为在动物实验里面他们看到基因改造的小鼠如果带有这种乳癌基因的他不理他他百分之百得乳癌 打了疫苗之后百分之百也不得嗯他说像这种动物的实验让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觉得说呢现在可以20因为刚刚我讲1B的实验已经做完发现15名都没有复发所以呢因此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呢做什么呢就做这个1B的实验所以假设等1A1B全部做因为目前他们看起来是2023年年底1B也会做完嗯 好假设假设全部都做完以后呢那么那么他们就认为说就会进入二期临床然后接着三期临床所以呢今年是多少2023年嗯他们认为5年内三就是他们预估三阴性的这个乳癌疫苗就会出来嗯我觉得合理了差不多了因为他一起做完又二期三期差不多5年没有问题嗯然后他说呢所以2027年预估呢三阴性乳癌的疫苗会出来嗯然后呢接下去呢 他们在做一些改造因为经验开始丰富了所以因此呢他们会对所有的妇女进行乳癌疫苗预防嗯那当然我我同意刚刚相同所讲的就是说这是要是不是可以预防所有类型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会扩展到就是所有的妇女都可以施打到2030年所以他的估计是这样估计来的嗯那我看了以后呢哎我觉得哎他有有那么有那么一点样子嗯 嗯所以我是觉得呢就就特别提出来跟大家报告说现在目前针对这个阿法呃白蛋白乳白蛋白的这一支蛋白质疫苗看起来啊前途是蛮观影的嗯我就特别说说这件事情嗯嗯好那因为因为乳癌从妇女的妇女的健康教育的角度来讲大部分妇女知道就说 乳癌跟你是否有生育有哺乳等等甚至于跟跟种族不同种族的妇女的乳癌的耗发率呢不一样甚至于也有一种的一种的乳癌的乳癌的致癌的原因呢是跟跟你的跟你的现在的现在后天的生活环环境的周围的这些的化学物质啊等等的都都可能似乎都有都有又要诱发乳癌的乳癌的可能那如果有一支疫苗呢真的能够 都对妇女来讲的那个当时当时真是天真的天天大的好人就是因为这样才报这个题目嘛好那但是以以这样子一个罗罗集就说这次疫苗的发展罗罗集同样的罗集可以用来去思考对其他的癌症的疫苗哎呦哦哦哦我呢非常非常佩服你哦你能够讲出这句话哦不得了的不得了对如果 不是你不得了的不得了就如果如果如果他他是从一个从一个蛋白疫苗的角度来来看的话那其实大部分的癌症他几乎都都是蛋白质的变异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哦我我真的佩服你啦我佩服啊所以我也我也我也想去当教授没有这一则这一则的英文报导他是很大的一篇英文报导在最后一段话里面呢他们访问了美国加州San Jose市的这个阿尼克萨生物科学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就CEO叫做库马尔博士啊嗯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呢同样的疫苗开发策略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类型的肿瘤嗯那么呃只要发现某种特殊蛋白质不会在正常健康组织中表达而仅仅是在肿瘤中表达科学家就可以变更设计呢 将这个疫苗呢攻击这个蛋白质拔点所以我刚刚我刚刚解释说如果唐香龙看起来明明就是唐香龙但他的耳朵背后有一点红字嗯 那个我就就要就地诛杀那对对对但是他也可以是不是在耳朵后面一个红字他可以是手掌心有一颗黑字嗯所以这个特性是要我们科学家是发现的所以我们常讲说科学家先发现他的差异嗯就是肿瘤细胞跟正常细胞的差异然后再把这个差异呢告诉免疫系统 这种就叫做疫苗嗯所以呢你刚刚讲说我们这一支乳癌疫苗假设这一支克利弗兰诊所的疫苗是针对阿法乳白蛋白嗯那他可能可以cover因为三一性疫苗目前看起来七十八十都有嘛没问题其他乳癌疫苗他们还其他乳癌细胞他们还要看但是说不定可以预防掉一半或一半更多那至于其他的目前以这家公司来讲他在开发什么疫苗你知道吗软巢癌嗯 因为他发现软巢癌细胞也会制造一个特殊蛋白质然后呢他们已经把这个特殊蛋白质已经拿来当作疫苗来研发所以很快的这家公司就会出现软巢癌的疫苗嗯那软巢癌对女性同胞来讲杀伤力极大当然软软女性的软巢癌男性的胰障癌他的他的他的自治死率都非常高对因为因为他发现的时候多半都到了晚期了好这个呢 我刚才想的就是说如果因为乳癌的乳癌疫苗的逻辑跟我们刚前面讲的子宫颈癌的疫苗的逻辑不太一样子宫颈癌的疫苗主要是呢针对了人类整治病毒的病毒来的只要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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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那个病毒呢基本上面就有机会可是呢乳癌呢他是呢蛋白质变异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另外的逻辑那这个逻辑有可能在运用到许多有关于内分泌或者因为 因为就说呢两两性的基基数有关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癌病变上面所以刚刚讲的像是乳癌或者像软软超癌对他们已经在发展了这些呢都是为为什么特别强调女性因为你不管子宫颈癌乳癌软超癌都是女性才有的只有只有女性呢才能够才有可能呢会有这种因为因为性别就是说而来的cancer 所以他可能有比较相同的逻辑好在我们现场呢是盘怀中当然希望了有一天呢我们不再谈癌色变我们好像有个真实案例还没讲对那那这个呢谈癌色变的这样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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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是不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是真的找到了就是说呢克服癌症的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全新的治疗跟技术尤其是疫苗的发展手段那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请教盘怀中 好非得莫方非得早餐我是等一下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医学新知的单元潘怀中呢所带来的这个医学新知很很新我说潘怀中准备这种不容易就是说他必须要新他要重要还要有趣对这三个条件都要都要有新的不一定重要重要不一定有有趣三个都要有他才能够呢摆在非得早餐的这个栏目里头好那今天在谈的是说呢我们是不是呢有机会呢甚至于呢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找到了一支乳癌疫苗 特别是刚刚讲的三阴性的这种的这种的乳癌好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一个乳癌的治疗跟发展的策略看起来他有机会再扩充到呢其他的其他的这些呢跟蛋白质的变异呢有关的在癌症上面所以刚提到了就你乳癌你当想到了另外一个女性耗发的而且致死率很高的会让女性非常恐慌的呢那那就是那软潮癌软潮癌可能比乳癌更恐怖一点 因为发生的时候他在你的腹腔里面比较中空的位置上面所以一旦呢发现的时候呢经常都都是晚期就跟就跟了男性耗发的疑仗还是一样他藏在你的腹腔的深深处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通常都已经到了三四期好那但是但是我们我们刚才在讲的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他应该有一些的临床上面的一些案例对我们的真实案例赶快讲因为时间不够了 戴维斯女士Davis他是一个来自22州里施本市的46岁的一位女故事啊在2018年2月首次发现自己发现乳房有肿块然后就立刻到医院去做了乳房X光检查而且做了超音波跟切片检查但都没有发现癌细胞但他可是他觉得还是有些事情不对劲因为肿块摸着在长大因此他在同年9月份他2月份首次摸到检查没有 然后到9月份他进行第二次切片检查就不幸罹患了第二期的三阴性乳癌确认所以是2018年9月确定的但因为尚未扩散到其他的部分所以因此呢接受了双侧乳房全切除然后开始接受化疗进行26轮的放射治疗然后最后结束结束之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要回复到等于是与他共处希望能够他不复发但由于三阴性的这个乳癌复发 刚刚我讲说高到40%所以因此他每天都在担心他会不会是乳航复发特别是当今天有头痛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哎呀是不是癌细胞转移到脑部了他人就会这样担心你知道吗所以因此呢他就想说那好他到全二亥二州最好的诊所克里弗兰诊所去请求协助到了那边去以后呢没想到那边的人跟他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图西博士 在做乳癌的三阴性的蛋白质疫苗你要不要参加他一听就太好了他第一个报名啊他说这个我一定要参加好他参加了参加之后呢他也打了三剂因为他这个疫苗设计是三剂三剂打完了以后呢 跟子宫几个疫苗也是一样好没关系那这个我没办法细说这个疫苗了好不好那就先这样子然后三剂打完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告诉记者说呢就像接种流感疫苗一样注射不会出现一点点总快其他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呢他在2021年10月打完这三剂以后呢他说呢他现在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无敌猩猩 到底他是不是无敌猩猩我不知道 但是他打完之后 他自己觉得是无敌猩猩 这种心理作用差很多 他现在只要一头痛 他说这个感冒没什么 吃磕止痛药明天就好 果然明天就好 所以他现在从来没有在担心 他会不会复发 所以他说他整个人轻松很多 日子很好过 他每天非常忙碌 除了工作 他的护理工作需要做之外 他还要照顾妈妈 照顾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日子过得很快乐 而且到了2023年8月 到了今年8月 完全没有复发 他说他觉得他已经好了 因为他已经接近5年了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觉得像这么好的疫苗 应该推广给全部的女性同胞 他特别讲说 所有的女性同胞都应该有权利 得到这样的疫苗 因为他打了以后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因此这个真实案就告诉大家 这个戴维斯女士 他现在应该基本上算是康复的 因为我们的定义是5年内 不复发 那他现在剩下两个月 因为他10月开始开打了 所以再两个月就结束了 那我估计大概应该是没事了 当然也很快乐 所以大概这个案例就是告诉大家说 现在目前呢 他的反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当然另外也有别的单位 也不是说是克里弗兰诊所而已 美国有一个大学叫做华盛顿大学 在圣路一市 这个学校非常非常的好 你知道吧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在MISSOURI 那么呢 他们呢 也做了一支疫苗 是针对什么的疫苗呢 针对HER2 我刚刚没有空讲乳癌里面 除了三性乳癌 还有一个叫HER2的这个乳癌 它是人类表皮生长因子第二型的 受体是阳性的 那他呢 这一支DNA疫苗 它是个DNA疫苗 它不是一个蛋白质疫苗 为什么蛋白质是 已经是做出来的蛋白质 它是这个DNA送进去以后 这个DNA会做出那个蛋白质 意思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是说 我刚刚不是敲锣打鼓 带了一个阿法乳蛋白 白蛋白让你看吗 说这个遇到他你就打 就是说遇到红字就打 遇到手掌黑字就打 他这个不是 他这个是进去之后 细胞会做出那个红字 或做出那个黑字 给身体看 所以他比较前面 有点类似 我们上次的那个新冠肺炎的Messenger RNA 有点类似 但是他是DNA疫苗 那他做的这个是DNA疫苗 临床一起已经全部结束了 全部结束 然后呢 他这个是做了十年 做了十年 这一支疫苗已经做了十年 然后呢 做出来的结果呢 也是非常的好 他们现在目前66名 66名 有这个HERD2的 这个女性呢 参与了这个实验 那目前呢 他们第一期做完以后追踪十年发现呢 那效果非常好 而且他们分成三处也找出最好的剂量 从10维克 100维克到500维克 他们决定是100维克是最好的剂量 所以像华盛顿大学的这一支HERD2的疫苗 也临床一起结束 看起来效果也很好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就以后 可能就是说呢 这个克里弗兰诊所的这一支蛋白质疫苗 它可以cover 比如说50%的乳癌 然后呢 这个这个华盛顿大学的这一支 所谓的这个DNA的HERD2的疫苗 它可能又可以cover多少 30% 因为HERD2大概目前是差不多30%左右 那就不得了 那就已经很多了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疫苗的发展 但是我今天没有太花时间去讲 HERD2的这一支华盛顿大学疫苗 原因是因为 它是去年年底公布的新闻 对于黑蝶早餐来讲 我们是要讲今年8月的新闻 都很新 重点就是说 当然我想大部分的妇女来讲 就会回到怀宗刚刚讲的一句话 就每一个妇女都值得得到一支好的疫苗 对 那这个疫苗看起来研发 我收回我一开始的很武断的判断了 我认为机会不大 听完怀宗讲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机会看起来是蛮大的 蛮高的 但是呢 什么时候呢 可以完成了所有的临床 因为疫苗了 疫苗的这个就是说呢 要商业销售的 大家的要求标准高很多 这个在5年了 对 那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当然大部分人来讲 可能觉得越快越好 好 当然这个如果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支疫苗的话呢 它是在人类的抗海史上面 一次呢重大的突破 对一款呢 就是说肾行率非常高的 同时有很明显的性别倾向的癌症 能够呢 产生了预防的效果 要有预防效果才叫疫苗 那个是一个医学上面划时代的进步 这个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疫苗 好 感谢呢 今天呢 到我们现场 为大家带来呢 医学新知的盘化中 好 谢谢 好 希望能够很快的呢 看到一支呢 成熟的疫苗 来今晚到回到新闻